哈囉大家好我是水溜 今天要來做一個大魔王的階段 就是整理包裹 我們已經請搬家公司幫我們搬過來了 然後我一箱一箱其實已經整理好了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 我們在整理的時候其實每一個物品 我們都有貼標籤 然後都有分區域 所以搬家公司上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先按照我們想要的區域 幫我們定位好位服 然後我們在整理的時候就比較不會軟 像比如說這一區 我們就是合室區 客廳都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主樓 還有工作區 以及中島的內廚房還有陽台 大家還記得就是我之前有分享過一個表格 就是我跟惡靈在購物的時候 有一個協作的雲端作業 然後那個表格就記錄了我們所有買的東西 那我這次呢 搬家公司在搬的時候 我其實也有一個表格可以分享給你們 就是我會把每個區域的編號都列下來 然後列完之後 搬家公司定位 我就會一一去盤點說 中島大概有幾箱 玄關大概有幾箱 然後每一個都有記錄 這樣的話比較不容易遺失你的物品 就是你可以全部盤點完之後 然後再請大家公司離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做法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分享一個就是 我們當初在淘寶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把東西編上編號 比如說像有 主臥8 主臥7 主臥6 就是區域跟序號 當初每個東西來的時候 我們是拆開來看 檢查沒有問題 我們才編編號 但是我提供一個方法 就是 你在淘寶買東西 你找私人給予 你在預報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 自己填平名 就是你想要編什麼都可以 像這個 它送來的時候 它上面就會寫說 品名 湯面丸 中島14 這個就是我自己編的 但是其實搬家公司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寫這麼大 因為它到時候搬的時候 它才好搬 它還好歸尾 然後這個品名實在是太小了 你做這樣的表格 很方便就是 你在分區跟整理 那我自己還有一個 UNOA的表格 我可以知道說 中島19我到底買了什麼 我要不要現在猜 在哪裡買的 我都會有那個表格呈現 整理的時候 你可以很有流程的去 去規劃它 我到時候把這個 整個作業的流程 可以分享給你們 那有需要的 可以加入我的裝潢網 可以去免費索取 這個是 那個 我當初會這樣子規劃 是因為我買了 很多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像 收納盒 玄關可能要用 然後廚房可能要用 我怕到時候 我搞不清楚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屬於哪裡的 我自己會很鬼亂 所以我就是 把它用表格的方式 先呈現下來 然後到時候東西拿到 我就可以 依照我當初的規劃去 歸位 我預計呢 應該兩天 要整理完 那我們現在 開始 我真的覺得買東西會買到忘記 我真的覺得買東西會買到忘記 會啊 編號很重要 就是像這是玄關24 玄關24 包包收納架 我剛看了很久 這到底怎麼組裝 你自己買了都忘記了 所以我整理是跟筆電一起的 我要先看說這東西 到底 喔 懂了 你一看就懂了 你看 不是啊 照你這個整理速度 這樣當然你要整理很久啊 你這樣才不會整理很久 因為你這樣就是 馬上可以看說 喔 這到底是哪裡的 還好今天是拍整理耶 就是拍整理呢 我是最輕鬆的 因為我負責拍攝 我只要拍就好了 我只要拍就好了 什麼東西 金句卡有沒有 金句卡 我真的很需要金句卡 我的目標 德國且國 晚上是借我金頭泡 什麼東西啦 很需要啊 我覺得這個要自己創造 有機會的時候你也可以自己創造 但是沒時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用別人的金句嗎 好可愛 房間的已經好了 以後 錢그�il就可以坐在這邊化妝 這邊是我們的 衣櫃 這個要好可愛喔 從這邊把他救出來 喵喵 音llon 好可愛喔 16就可以坐在這邊化妝 這邊是我們的 衣櫃 這好可愛喔 從這邊把他救出來 喵喵 好可愛喔 怎麼覺得放在哪裡都 很適合 泡茶也是蠻可愛的 一起取暖 我們一個早上然後看起來還是沒有進度 我們一個早上就是煮 鐵架 這個東西我真的很崩潰 為什麼 因為你說什麼我們家這邊隔壁有點不好 很不好啊 你自己買了一個這個 說什麼可以吸引 然後貼著 對啊他都幫你切割好啦 然後他這邊還有預安裝孔位 你就把這個白色撕下來 這邊我已經撕了 他可以 暫時黏上去 我擔心的問題是 那如果這個東西沒用呢 然後他是貼上面 沒有啊 所以我說有預安裝啊 預安裝是什麼意思 預安裝就是 你這個先不用撕 用白色這個就可以稍微固定 就先測試看看有沒有下 然後再覺得 所以我先試試看啊 他這個訂做真的是切割的 是蠻漂亮的 所以他每一片都有告訴你說 這是哪 我現在預安裝好了 好出去囉 你這個門縫不解決 你這個就好像說口袋破了一個洞 你這個洞沒有補 你外面多包著有 多華麗沒有用啊 等一下 那我覺得你出去聽說我講話 喔好啊 你這樣就好 有啊 撒死了 我這補 你都貼得放了這個 怎麼用啊 搞笑喔 我們現在把 可音條全部都貼上去 喔這個很好關啊 很難關 沒有 好難用 好難用 你買在幹嘛 很可愛 感覺就是很懶 嘿嘿 好可愛喔 它這一組的顏色很飽和 很可愛啊 對啊很可愛 到底是買了幾隻小新 好可愛喔 它這是磁吸的耶 所以你要它哪裡 重包 啊不行不行 你揍這裡磁吸 它只有那一塊磁吸啊 所以只有這裡重包 所以你可以揍它一下 然後那邊 然後再黏回去 對 就揍 然後 叮 傻眼耶 我們現在已經 上面滿滿的 最貴的公仔 欸好可愛喔 買這才對嘛 買什麼蠟筆小新 可愛喔 這很有質感耶 這陶瓷的對不對 它質感很好耶 好可愛 這啥 我先開電子鍋 欸很好看耶 好美喔 它是霧面的 我們拆了很多我覺得都不雷 就這一個 對啊 這個最雷啊 它這個顏色 是綠 對啊 裡面烤漆烤 烤怎樣 烤一半啦 給你烤漸層啦 然後拖出來這個 哇我真的是 沒辦法接受耶 真的喔 這個就烤得很漂亮啊 哇我們已經快整理完了 幾乎都空了 爸爸你看爸爸紙箱整理得很漂亮 爸爸還在奮戰 沒有看被你訓練 啊就這樣啊 還不是你訓練的 吃飯 我們現在整理到晚上 然後裝出來吃飯 要讓我分享一下那個 捲豆子 它好比整夜都是酥脆的 哈囉大家 昨天太累了 直接睡覺 又要開始收尾整理一下 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 休息乾淨 然後丟垃圾 我這邊啊 本來是想說 我要放兩座這個收納的東西 因為我會吃中藥 結果都會放我中藥的 然後我真的是千算萬算 沒有算到說 啊 我要卡一個這個 橫邊門 我這座就放不進去了 對啊 所以我現在這一座就變橫的放 我現在這邊真的就很尷尬 我之後再想辦法就是看到怎麼樣 這邊也還沒有全部回味 就是先綻放 這個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它是放那個茶包的 你這已經就很像咖啡廳啦 這邊就是吧台有沒有 水就是在吧台這邊 然後抽那個包這樣子 我們現在還有要把這一堆東西 然後車上也還有這裡 然後後面這邊還有 全部都要搬回偷天 然後再把剩下的包裹載過來 我們現在又回來透天了 我剛剛搬了一堆東西 就是收納盒啦 電腦椅啦 這邊一整箱 後面這裡還有一箱 整個又塞滿了 要帶回去啦 你看量這個 我們要貼 這樣在幹嘛 我們要貼滑軌 喔 它是這樣抽喔 對啊 這樣是怎麼抽 我剛剛以為是 左右抽欸 這樣抽 我想說你怎麼會貼反的 結果它是這樣喔 對啊 你現在這個拉開有沒有 可以做生意 老闆我要點咖啡 很帥欸 現在跟老爸玩這個 十八指而已 很方便啊 這老爸做 喔 嗯 已經沾 不會軟軟這樣 哇好髒喔 對啊 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 然後這邊玻璃超髒 我們等一下要來試洗創機 第一次在新家洗創庫 對啊 我現在看兩邊 差好多喔 對啊 差非常多欸 就是細心完沒多久 它就已經又髒了 對啊 差不多一個月 好 因為我過了一天 我們整整整整理了兩天 到底有幾天 對其實還沒有真的整理完 但是基本上有歸位的就先歸位了 這些收納我之後整理好 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這兩天 其實我爸都有陪我整理嘛 本來一直想說 找我爸來 我爸年紀比較大 可是又想說 我真的太少跟他相處了 就是平常真的很忙 然後我覺得 唯一相處的時候就是可能吃飯 然後他陪我整理的時候 我就可以一整天 對 因為平常叫爸爸來做 爸爸不一定會來 可是我只要跟我爸說 爸我需要你 就是你幫我整理什麼 然後他就說 好 對就是很感謝我爸 然後還有我朋友來幫忙 然後跟我們兩個夫妻一起整理 順便把自己的拆箱跟整理 就做一個紀錄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自己也可以留念一下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對啊 對 我在影片前面啊 有做的那個表格 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放在我的裝潢官方外 你們可以免費去下載 就是我把我的流程 跟我怎麼做表格 分享出來 你們有需要的話可以用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要交流的 或想要詢問的 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自己就分享給你們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期待我的收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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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